美食是观光路由未能欠款的一部分 今年台湾观光临近的美食外党 是与台南的餐饮业者来合作 众官主民实在两立冲击料理里面 除了是河上高流也希望团形 台湾官主民部落传统的美食文化 和无关关系的民众 甚至是全世界看到台湾 为了安平有天要来 有很常听 专门于在地实在 肯定是料理为主 提供无菜单料理 今年身为台湾部落 是上级品牌的唯一年名 就是期待中文主民部落 统用化的实材 两项不同的料理的手法 临行专心的体验 为了欢迎中国民众来到台南 也能享受台湾的饮食文化 台湾观众请主席团 用跨幼合作的观念 为了台湾的美食 代表着其他的生意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其实也对我们的店家 也会有很多的启发 那我们也可以带回去 在我们的部落里面 好好的酿 好好的酝酿 我想这是我们台湾 现在非常需要的 走出自己的地狱 然后走到隔壁 走到对岸 走到别人家 走到哪里 让我们互相来交流 那我想这个激荡下来的 不管是在饮食的部分 食材的部分 烹调的部分 一定会创下更好更好的一个文化的开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饶县长 过去支持之下 能够跨越 现在从台东走出来 可能在很多的县市做不同的结合 今年台湾高峰的美食指标一页 尽管台南的长天来合作 也才表辞 他不会参谱 因为饮食 就是一种团形 反而是希望说 全台湾甚至全世界厨师 能够互相去交流彼此的厨艺 所以当初我在弄 部落的时尚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希望说我们厨师之间 能够不要尝试 大家互相去学习 让彼此的厨艺能够往上提升 为十月十六号开始 本来拜三到礼拜 为期三礼拜的年名相应 其他人不能享受到来自台湾的美食 可以感受看区域 看文化的方向 要请大家做会来体验 既然所应让民苦采访报道